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中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 逐步提高法庭退休年龄 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和压力重重的养老金制度 这一举措旨在应对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并确保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 随着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从1949年共产革命时的36岁上升到现在的78岁 中国的退休年龄却仍然是世界上最低之一 男性60岁 白领女性55岁 工人阶级女性50岁 这样的退休年龄显然已经不再适应 当前的社会现实和经济需求 这项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 是上周在五年一次的高层共产党会议 及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一系列决议的一部分 打了中央委员会在一份关键证政策文件中 强调了这些改革 并表示根据志愿参与和适当灵活性的原则 我们将稳妥有序地推进 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 2023年底发布的 《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指出 65岁可能是最终结果 然而 这一计划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了一些质疑 有网友表示 延迟退休只会意味着延迟获得养老金的时间 并担心那些在舒适高薪岗位上的人 不会选择退休 这可能会影响年轻以代的工作机会 总的来说 中国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 是一个应对人头老龄化和养老金体系压力的必要局促 但在实施过程中 需要考虑到不同群体的需求和现实情况 以确保政策的公平性和可行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纵十年前 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设置或许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但随住时代的变迁 这一标准显然已经过时 当前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剧烈变化 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养老金制度面临巨大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内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一期缓解危机确保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 根据BBC的报道 随住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从1949年共产革命时的36岁上升热身的78岁 甚至超过了美国 中国的退休年龄却仍然是世界上最低之一 男性60岁 白领女性55岁 工人阶级女性50岁 随住时间推进 这样的退休年龄标准 显然难以适应当前的社会现实和经济需求 根据中国中央委员会在五年一次的高层共产党会议 及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决议 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计划 已经正式提上议程 该政策文件中强调 根据志愿参与和适当灵活性的原则 我们将稳妥有序地推进 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 然而具体的退休年龄提高幅度 和时事时间尚未公布 根据2023年底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 最终可能的退休年龄设定在65岁左右 这一计划的出现其实是长期认量的结果 倒在2019年国营的中夺社会科学院 就曾发表报告预测 该国主要的国家养老金基金 将在2035年耗尽资金 而这一预测还是在新冠疫情之前提出的 疫情之后 中国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 养老金问题更加迫在眉睫 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3年中国人口已连续第二年下降 出生率持续走低 这无意进一步加剧了养老金体系的压力 《环球时报》引用中国的人口学家指出 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 强调了自愿性和灵活性 这表明当局认识到在退休问题上 难以一刀切 然而这一举措在中国互联网上 引发了广泛讨论和质疑 微博上有一位用户留言表示 那些希望早退休的人 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过于劳累 而那些在舒适高薪岗位上的人 则不会选择退休 那么年轻一代会得到什么样的工作呢? 这一观点反映了部分人对于延迟退休政策 可能带来的待计矛盾的担忧 此外一些人担心延迟退休 只是延迟了他们获得养毛金的时间 一位用户写道 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前 你无法保证自己还有工作 自己还有工作 这一担忧反映了中国社会 在面对延迟退休政策时的复杂情感和现实考量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的养老金问题 涉及到千千万万的家庭 任何变动都会引起广泛的社会瞩目和讨论 尽管挑战重重 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 显然是一个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体系压力的必要举措 根据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的数据 中国养老金体系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于人口老龄化 还有劳动力市场的变动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报告指出 随助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 劳动力需求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一方面新的技术和产业需要年轻的技术工人 另一方面 传统行业中的老龄劳动力却难以在新环境中找到合适的工作 这一矛盾在互联网上的讨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很多年轻人担心水柱老年人头的增加 自己将来的工作机会会被挤压 生活压力会进一步加大 这一现实问题无谓增加了政府在制定和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时的难度 如何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 确保政策的公平性和可行性 将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 中国政府在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时将会格外重视自愿性和灵活性 这意味着未来的退休政策可能会更加注重个体的选择权和灵活的实施方式 例如部分行业和岗位可能会有不同的退休年龄标准 根据工作性质和劳动强度进行差异化设计 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此外政府也可能会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 如推动职业培训和再住业服务 以帮助老年劳动力适应新环境提升其就业竞争力 总的来说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 无疑是一个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养老经体系压力的必要举措 但在实施过程中需要考虑到不同群体的需求和现实情况 以确保政策的公平性和可行性 中国政府面临着一个错终复杂的局面 需要在政策设计和推行过程中 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平衡利益 确保政策的长期可持续性 在这一过程中 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参与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BBC的报道 这一计划的出台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广泛关注 成为各界讨论的热点 无论是专家学者的理性分析 还是普通民众的真实感受 都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随助政策的逐步推进 这一话题必将持续引发讨论 成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一体之一 总结来说 中国计划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是应对人头老龄化和养老金体系压力的一个重要举措 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需要充分讨论不同群体的需求 确保政策的公平性和可行性 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参与 将在政策推行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宝贵的参考意见 随助时间的推移 将持续引发讨论 成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一体之一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中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 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和压力重重的养老金制度 这一举措旨在应对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并确保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 随着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从1949年共产革命时的36岁 上升到现在的78岁 甚至超过了美国 中国的退休年龄 却仍然是世界上最低之一 男性60岁 白领女性55岁 工人阶级女性50岁 这样的退休年龄 显然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的社会现实和经济需求 这项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 是上周在五年一次的高层共产党会议 及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一系列决议的一部分 党的中央委员会 在一份关键政策文件中强调了这些改革 并表示 根据自愿参与和适当灵活性的原则 我们将稳妥有序地推进 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 然而文件并未具体说明 退休年龄将提高多少 以及何时实施 但2023年底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指出 经过调整后 65岁可能是最终结果 这一计划已经酝酿了几年 因为中国的养老金预算正在逐渐缩减 国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2019年曾表示 该国主要的国家养老金基金 将在2035年耗尽资金 这还是在新冠疫情之前的估计 而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 与此同时 2023年 中国人口连续第二年下降 出生率持续走低 这进一步加剧了养老金体系的压力 国营的《环球时报》 引用中国的人口学家表示 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 强调了自愿性和灵活性 这表明当局认识到 在退休问题上 没有一刀切的政策 然而 这一计划在中国互联网上 引发了一些质疑 一位微博用户写道 那些希望早退休的人 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过于劳累 而那些在舒适 高薪岗位上的人 则不会选择退休 那么年轻一代 会得到什么样的工作呢 一些人认为 延迟退休 只会意味着 延迟获得养老金的时间 一位用户写道 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前 你无法保证 自己还有工作 这些质疑 反映了社会对于 延迟退休政策的 复杂情感和现实考量 总的来说 中国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 是一个应对人口老龄化 和养老金体系压力的 必要举措 但在实施过程中 需要考虑到 不同群体的需求 和现实情况 以确保政策的公平性 和可行性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提高退休年龄 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必要措施 你看看 从1949年到现在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从36岁上升到78岁 简直像现代神仙故事 养老金体系压力山大 万一2035年真用光了资金 我们老了喝西北风吗 提高退休年龄 既能延长劳动力供应 还能减少养老金支出 这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大家好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 你这话听起来 像是在说笑话 延迟退休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别忘了 现在的劳工 可是天天加班加点 很多人想早点退休 享受生活 你说的延长劳动力供应 听起来倒像是延长劳动苦力 而且 年轻一代怎么办 他们工作机会本来就少 这不是让他们更难找工作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 亲爱的读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退休 别急 虽然这个名字听起来略显老气 但实际上背后可是有不少 今天大新闻和有趣的社会现象哦 首先中国要提高退休年龄了 这个消息像是石头丢进了平静的湖面 激起了层层涟漪 你知道吗 中国的平均寿命 从1949年共产革命时的36岁飙升到了 现在的78岁 甚至超过了美国 而法定退休年龄还停留在老黄历上 男性60岁 白领女性55岁 工人阶级女性50岁 天啊 这么低的退休年龄 简直就是老天赐予的早退福利 但时代变了 咱也得跟着进步呀 于是乎 这次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通过了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改革决定 大伙心里估摸着 65岁可能会是最终结果 这可是 几年来第一次有这么明确的动静了 背后可是中国养老金基金逐步枯竭的巨大压力 2019年 中国社科院就警告到 2035年主要的国家养老金基金可能会见底 这些警告还没算上疫情的影响呢 2023年 中国人口连续第二年下降 出生率也在持续走低 简直是雪上加霜 都说养儿防老 现在连儿都少了 真是让人捏把汗 那么 这个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到底怎么看呢 国营的《环球时报》表示 这个计划强调了自愿性和灵活性 看起来相当有人情味 然而 网民们可不这么想 微博上可是炸开了锅 一个网友吐槽道 那些希望早早退休的人 是因为工作过于劳累 而那些在舒适高薪岗位上的人 根本不急着退 那么年轻一代怎么办 还有人担心提高退休年龄 就是变相延迟领取养老金的时间 谁知道自己能不能撑到法定退休年龄啊 这些问题让人感受到了社会 对这个政策的复杂情感和现实考量 总的来说 提高退休年龄这个计划 看起来确实是个必要的举措 毕竟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体系压力 咱不干也不行啊 但在实际操作上 政策制定者们得摸着石头过河 考虑到各个群体的不同需求和现实情况 这可不是一刀切的简单事儿 得用心灵手巧才行 好了 今天的八卦就到这里了 下一期 我们会继续关注更多社会热点和有趣话题 敬请期待哦 再见啦 小伙伴们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 挨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华人的Ryu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事件 网址是Ryu2 Well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Turn on the TV scre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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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